正面說明清楚公平審訊的基本條件和安排 令香港市民信服 我們將逃犯移交到不同司法地區的時候 是會獲得合理公平審訊機會 很明顯從這個角度 正正反映了今次在台灣謀殺案事件之下 台灣政府希望能夠引進這個逃犯互換的安排的時候 引導這個逃犯可以回到台灣受審的安排 而衍生到將整個逃犯條例的處理 去覆蓋中國政府的時間 而李嘉超局長是沒有就著這個公平審訊的原則 和他的法例的細節和定義說明清楚 甚至都不會說 逃犯是否可以以 是否能夠在一個司法管理區裡面獲得公平審訊 作為一個抗辯的理由都不說明的話 這個正正是憂慮所在 因為作為一個在香港一國兩制之下 作為一個國際城市 一個普通法的社會 其實我們非常重視任何一個疑犯都應該獲得公平審訊的機會 但是如果通過這個安排之下 是可以令到任何的嫌疑者 是要面對不公平的審訊對待的話 這個正正就是憂慮所在 而內地政府的司法制度 一向以來都是不能夠讓公眾可以信服 他是可以提供到公平審訊的機會 給任何一個疑犯的 所以在這一處 我覺得 李嘉哲局長是有責任 是進一步去解說清楚 他眼中的公平審訊 其實是一個什麼的定義 什麼的邏輯 以及就是說 這個受嫌疑者 當他面對這個問題的時間 是不是都可以以這個公平審訊 作為一個抗辯的理由 我補充這一點 你放心 你放心 你放心